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达车APP 我们前面加入了百度的SDK 我们这节课主要是显示我们当前位置的附近的一些车辆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实现思路 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就是整理一下代码加入扩展 第二部分就是定位当前位置 第三部分就是显示附近的车辆 好的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看我们的home page 现在已经非常的臃肿了 里边既有滑动相关的事件 也有一些地图相关的一些事件 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分类 我们在objectc里面有category的概念 在swift中我们用这个扩展 我们先添加一个文件 我们进行代码的一下代码的一个分离 好我们定一个home page 这个是slider 这就是滑动相关的代码 函数我们都写在这个扩展类里面 把我们这里边滑动相关的一些代码呢 都放在我们这个扩展里面 像这些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左滑相关的 好 剪切 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代码的一个分类 这里边都是跟滑动处理相关的 我们这个home page主页里面呢 就非常的一个简单了 我们再把代码整理一下 这是滑动相关的变量定义 然后这是地图地图的一个定义 这里边呢 再看一下 这里边是主要 这是地图相关的 然后呢 这里边就没有了 所有我们地图 我们添加地图的呢 我也可以定一个扩展类 比如我这就定了一个 定义了一个 看一下这个叫map 我们把把添加map的这些函数 我们可以定一个addmap 把它加到我们的这里边的一个扩展类里边 c add 这样我们就把地图相关的一些函数都写在我们这个文件里边进行一个分类 这样我们代码就非常的一个简洁 把这里再改一下 这里边 add 百度 map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代码看是不是运行的正常 好 这个地图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代码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整理分类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 在这里边的一个扩展 好 我们看我们的第二部分 我们下面就显示当前的这个位置 当前的这个位置 当前这个定位呢 位置需要在真机上进行测试 把代码给大家 有点慢 给大家写出来 大家可以去设备上看一下效果 稍微等一下 获取到用户当前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坐标呢 传给服务端 然后获取附近的这个 车辆的一个坐标 经纬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车画出来了 好 我们先看这个定位 我们首先呢 在这里面定义几个变量 我 我 我 定位的一个服务 pmk 这是这个服务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map 这个 这里边就是 然后 上面一个变量 然后给它设置代理 开始进行定位 然后显示在地图上显示用户的这个位置 这个需要在真机上进行运行 这个我们就不进行 不在模拟器上运行了 然后这个是当位置改变的时候呢 它会实现这个代理 这个代理 这里边 我可以把当前这个用户的这个位置 保存下来 然后打印出来 再更新 更新 用户 在地图上更新用户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画 我画那个车辆的这个函数 我们先把它 去掉 好 这里边有了 我们再定一个 变量 来保存用户的 当前wait的这个变量 user 啊 delete cl lo 是一个2d user coignit 我这里给他一个默认的值啊 由于这个必须在真机上运行 我们这里就 给他一个初始的一个 啊 经纬度 大家在真机上 啊 就不用管这一句 直接在这里 直接在这里 来进行一个打印 更新数据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 就是 涉及到添加这个车辆了 不及到当前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静纬度传给夫端 夫端 来返回我们当前附近的一个车辆的一个 静纬度的一个数组 来进行啊 车辆的一个绘制 这样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只显示一个固定的位置的一个 把这个车辆添加到地图上 把这里边我定义了一个标注 把点的标注 然后呢 在当前位置的一个 把静纬度给他加了一个微小的一个变量 在当前位置附近加这个车辆 把这个title呢 就是说点击这个车的时候显示的一个标题 好这样就添加上了 添加上这个函数之后呢 这个具体的这个图形绘制的时候 会有走我们这个代理 这里面会走这个代理 这里有一个标识符 就写了随便写了一个啊 是不是能够拖动 我写了这个图 这个车不能拖动 不能在地图上进行移动 好 这里有一个car animation wheel 这个wheel呢 我直接写在这里了啊 大家可以自己定一个单独定一个类 然后它有一个image 微有这个变量 然后重载这个构造函数 然后它的一个尺寸 然后它显示的一张图 然后frame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这个wheel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张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已经把它加到我们这个资源里了 pass pass里面有各种颜色的一个车辆 然后我加了一个taxi的一个车辆 然后呢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坐标 这样的话 它会在我们指定的这个晶维度 在指定的这个位置 显示一个车辆 先看这边走不走啊 好 我们 这还没有掉这个addcar 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在这里 addcar 这是添加一个车辆 添加 啊 许多的一个车辆 其实就一个便利 书组的一个便利 好 我们看一下start location 这里面没有掉这个start 我们再掉一下start location 函数 好 这里边 这里边 这个由于在模拟器上这个不准 啊 它这个 看它出出来了 其实是一些复数 啊 这是一个一个坐标啊 它在维度是复数 所以我们就 啊 等时候不准 所以我们就不添加这个了 我们在真机上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把这一句 图示掉 然后它就是用我们当前这个位置的这个 轻微度添加一个车辆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 啊 这个 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啊 这个车子没有显出来 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添的这个car 啊 它其实会 应该会给我们这个代理函数 但是它没有走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啊 可能是由于我们这里边的 刚添加完之后 这个map 未有还没有处置画好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 位置更新的这个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这就走了我们这个函数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就显示我们 当前这个car的一个图标了 我们还可以 啊 设一下这里边 它其实是有个级别的 把它设大一点 它是11到20 设个19 19就 就太大了 我们找不到我们 刚才那个car了 所以我们再设小一点 设个13 看看 这就是我们当 它叫加的这个图标 然后这些信息就是我们在加的那个title 把这样我们就显示附近这个车辆的大体的这个思路就是首先我们获取我们当前这个位置 啊 静伟度 获取这个坐标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坐标 传给服务端 服务端 返回给我们一些啊 这些车的一个坐标的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就 现在我们是添加了一个车 然后添加其他车呢 只是在我们这里边啊 进行一个循环便利 把它加到我们的map wheel上就实现了 好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显示 附近车辆这个功能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